Hi guys,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如果你在7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恐慌症和焦虑症 你会怎么办呢? 相信你现在所想到的各种答案里 绝对不会是 我要演戏然后辍学去好莱坞当个大明星,对吧? 但是美国就有一个奇特的小女孩就是这么干了 而且现在的她已经是贵为奥斯卡以后 在2017年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如果你也是个怀抱着梦想的人 那接下来这个超展开右超励志的故事可千万别错过咯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位奇特的美国女演员 Emma Stone,爱玛,史东 1988年Emma Stone出生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爸爸是个公司老板每天都很忙 所以都是由家庭主妇的妈妈在照顾他和弟弟 四岁时他在看了电视喜剧后就爱上了表演 期望未来能当个像卓别林那样的喜剧演员 有事没事就强迫弟弟陪着他演戏 但才刚上小学他就被诊断出有恐慌症与焦虑症的毛病 常常上课到一半就觉得无法呼吸 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护士那边不知所措 久而久之连其他小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与他相处 这时他意外发现虽然每周的心理治疗有些帮助 但在课余时间参加的青年剧团对他似乎更有效果 因为表演的当下他的脑袋只会专注在角色之中 随着剧情的起伏他又能自然的抒发情绪 所以从11岁开始他就加入了当地的青少年剧团 所演出的角色也大多是夸张非主流的那种 但跟上课比起来这样的生活反而让他觉得更加自在 所以当高中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 他就决定要退学前往好莱坞追求他的演艺之路 因此,你曾经被导致的演艺者 对,我曾经在 14和25年 然后他们不想你去? 他们不想你去吗? 他们不想你去? 咱们在一辆六十年里 从 LA 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 一张的演员 然后就会有为什么要去?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要去做? 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要去? 总的,就稳定了 其实他的父母一开始打得如意算盘是 既然女儿这么认真那就让他去试试 反正过几个月当他体会到现实的残酷之后 就会搬回来了 于是爸爸就在洛杉矶租了个小公寓 让妈妈一起跟过去照顾他 果然就跟预测的一样 好莱坞计划在实行了三个月之后 什么机会都没有 只是Emily接下来的反应倒是跟想象的不同 没有试镜的日子 他白天会在宠物零食店打工 晚上就自己报名高中寒寿课程 他坚定地告诉父母 虽然试镜的机会不多 但他没打算放弃 那段默默无闻的日子 在日后被他形容为人生的最低潮 他试镜过每一个迪士尼频道的节目 但透过镜头表演 并不需要像舞台剧那么夸张 一直找不到要领的状况下 慢慢地连经纪人都放弃了 直到新经纪人修正了他的表演方式 并将艺名从Emily改为Emma之后 情况才开始好转 但说穿了 所谓的好转 也不过就是在一些影集里 跑跑龙套罢了 为了生活 他什么样的工作都接 甚至还帮狗配过鹰 这样的生活折腾了五年 他好不容易在福斯联播网的影集Drive得到了一个固定配角的工作 演到一半却因为收视率太差被腰斩了 更惨的是一同生活的妈妈这时又发现罹患乳癌 让她第一次兴起了想回家的念头 结果母亲却生气地对她说 如果你放弃做演员 那我也不想治疗了 但如果你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那妈妈也会好好配合疗程 就这样母女撑了下来 为各自的目标继续努力 Jules's partner isn't here today either pair up with her Station 4 Hey Jules Your partner didn't come today? It's kind of a personal question What? Oh like coming Like coming coming Wow it's a little too far out there Yeah it's pretty far Shit I do that Oh don't worry Fucking funny Can't believe that 说也奇怪 再次出发的爱马史东 事业立刻有了进展 因为他在《南海我最坏》的制片人 Jude Apato的建议下 将天生的金发染成红发增加辨识度 虽然戏份不多 但这部票房破译的YA白烂片 还是让他进入了好莱坞的视野 开始有了演出各种喜剧电影的机会 例如摇滚青春梦里的臭脸贝斯手 这Paul thing is good for us Are you kidding me? We need fish We're not the same without him and you know it You know what guys I'm really not in the mood to practice OK I hope you know I'm getting paid but we practice or not Shut up Paul 女郎我醉吐中的宅女会讲 Why are they going to take your house away? Because we get no pledges That's so sad And everyone kind of thinks we're losers 就爱找麻烦里的疯狂幽灵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Oh I'm like a ghost now Yeah yeah the ghost of a girlfriend's past In fact 萬能队长中的高中生保姆等等 You made this? Yeah How? I don't know A couple of carrots An onion One of your beers 但不幸的是 以上这些由他参演的电影 全部都是评价糟糕 口碑极差的烂片 只有丧失喜剧失乐园 因为笑点另类 别出心意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还好2010年 他主动争取 并幸运担任主演的YA片 破处女王 在上映后 口碑与票房都开出了红盘 这部电影描述一个乖乖女 为了友情牺牲掉自己的声誉 成为了众人眼中随便的公车妹 发生一连串危机的故事 尽管他所扮演的角色 一样是个红头发的女学生 但不论是一开头的热心善良 到中段随着八卦满天飞 开始放飞自我 再到后期 因为看到人性的仇恶而迷失自己 他对于主角的心态转变 都诠释得极具层次 为这部打打闹闹的校园喜剧片 增添了许多亮点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艾玛史东展现了累积多年的潜力 第一次担任女主角 就入围了金球奖的影后 虽然没有获奖 但前几年一直挚爱男行的演艺之路 却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Emma Stone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女明星 但最近有另外一个Emma更得我心 那就是被欧洲消费者评选为 最佳床垫品牌的德国Emma床垫 她是欧洲销量第一 全球获奖最多的床垫品牌 还记得到货的时候 我还问司机大哥 双人床垫会不会电梯进不去 回家看到包装才发现问了个纯问题 这个真空压缩的包装不只好搬运 定位起来也更加方便 只要瞧好位置 再使用内附的安全工具拆封 就算只有一个人也可以轻松搞定 这次选择这款Hybrid 独立筒床垫 是独立筒加上记忆棉无层混合的特殊设计 同时兼具两者的优点支撑以及疏压效果 不论是测睡或是阳躺都能提供良好的支撑性 这个多月使用下来我发现它虽然躺起来是很柔软的 但德国Emma床垫的人体工学设计可以好好的支撑脊椎和颈部 让身体保持一直线好好的休息 另一个吓到我的地方是它的抗扰动能力 以前如果睡到一半我老婆翻身我都会有感觉 但德国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能将这种干扰降到最低 能像是回到单身的年代 特别适合另一半睡相很差或是潜眠的朋友 此外他们家的枕头也跟床垫一样 最外层的布套以及最上层的Airgo Cell 记忆棉 都具备着透气凉感的特性 所以不用担心躺在上面会闷热或流汗 就算你是那种很会流汗的体质 也可以把布套直接拆下来丢洗衣机清洗 非常方便 如果家里面有小小孩或是宠物的话 也可以考虑他们家的保洁垫 不只是防水而已 德国Emma床垫的创新防满技术 还可以减少高达89.3%的成满过敏 到了熟男这个年纪 对于寝聚的标准就越来越高 因为我越来越能体会 只要能在晚上睡个好觉真的胜过一切 这次德国Emma床垫就有推出 三八女王节超棒的优惠活动 床垫组合最低折万元 还可搭配初心的专属优惠码 TRUXIN10一起使用 另外再获得额外9折优惠 不限金额与品项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资讯栏中的连结 床垫十年保固全台免费道府安装 而且是一百天免费四岁 万一不喜欢也可以全额退费 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德国Emma床垫哦 别忘了 OK character 这是我的叔叔 你被拔除了? 没有 没有 我没有被拔除了 我给了社交媒体 所以你想要 想要什么? 或我们可以做什么 或我们可以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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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确实 确实 2012年 Sony重启旗下的摇钱树 蜘蛛人系列电影 不只男主角从Toby McGuire 换成Andrew Garfield 女主角也正式从Mary Jane 换成由Emma Stone 所饰演的Guan Stacey 除了这些改变 艾玛史东在发表会上也表示 这次是关拯救了彼得 而不是彼得拯救了关 其实这样的说法 可是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这一次的 惊奇蜘蛛人与逃避版的相比 女主角不再只是负责尖叫与展示身材的花瓶 而是贯穿整个系列 协助主角从男孩转为男人的重要角色 她既聪明又富有正义感 甚至愿意冒着危险在战斗中帮助蜘蛛人 可以说是这个系列的隐形主角 惊奇蜘蛛人上映后相当卖座 两部电影在全球收获了近15亿的票房成绩 虽然评价两极 但Emma Stone在片中的表现却赢得业界的一致赞誉 甚至还有影评人赞赏她就是这个系列的西斯莱杰 而且这对蜘蛛情侣间的化学效应也从戏里蔓延到戏外 金童玉女的组合在两人交往的四年时间里 占据了媒体各大版面 也让爱马史东知名度大开 逐渐广为人知 但或许是感觉到这样的状况会影响到自己的发展 她拒绝了男友的求婚 在《惊奇蜘蛛人》系列结束后对媒体说 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很热爱表演 但我真的不想再演蜘蛛人的女友了 Abeline 为了打破大众对他的印象 Emma Stone接下来都是接演一些较严肃的剧情片 并刻意挑选那些反差极大的角色来磨练自己的演技 虽然说这是所有演员在面临定型问题时的必经过程 但她挑戏的眼光特别精准 所参与演出的大多是较好又较做的优秀作品 甚至还有好几部都获得了年度最佳影片的奖项与提名 例如在探讨美国种族问题的剧情片《姐妹》 她就烫了个复古的泡面头 并学习以美国南方口音说话 2014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鸟人》 她又饰演一个刚从乐界所出来的问题女孩 个性叛逆又敏感 一场狂呛老爸的戏码一镜到底狂飙了一分多钟 更是让所有人看得大呼过瘾 也为她赢得第一次奥斯卡的提名 之后艾玛什东也展开与电影大师武迪艾伦的两次合作 两部片所搭档的都是像瓦昆菲尼克斯或是柯林佛斯这种影地级的演技魔人 附带一提她在《魔幻月光》中的红色水手服与吉普赛女郎的扮相非常可爱 清纯甜美又充满魅力 有兴趣的朋友们有空可以找来看看 同时间她也回归剧场界的老本行 在歌厅这部音乐剧中首次登上百老汇的舞台 罕见的以性感内衣、吊带网袜出场更是颠覆过往的形象 一边轻快地载歌载舞 一边又将角色矛盾的一面展现出来 这时在台上的她并没有意识到 台下有一位正在为新戏选角所苦的导演 像中了乐透那样兴奋地看着她 眼睛闪闪发光 谢谢 谢谢 好的 两个选择 你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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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可以做它一样的 那是好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电影讨论了梦想与爱情之间的关系 相爱的两个人在逐梦的路上互相支撑着彼此 虽然结局不如预期中的美好 但两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感激 幸运的是 越来越爱你的剧情仿佛就是Emma Stone的个人传记 她与剧中的Mia一样经历过无数次的试镜失败 在失忆时与Sebastian相遇 在成名时却分道扬镳 她过往相似的人生经历让她的表演无比真实 从满怀希望到心晦意冷 从充满遗憾到释怀淡然 虽然说越来越爱你的旋律优美 编舞精彩视觉华丽 男女主角们苦练的情意与歌舞也非常吸睛 但说真的 大家注意到的并不是这些对吧 我认为爱马史东在剧中真挚又饱满的情感 才是真正吸引大家目光的美丽宝藏 这个角色仿佛为她而生 也成功感动了一幕前无数人生中曾追求梦想 对现实妥协最终怀抱着遗憾的观众们 越来越爱你上映后成为该年的大赢家 一共掌握了4.4亿美金的票房成绩 拿下7座金球奖与6座奥斯卡奖 男主角莱恩·葛斯林在入围了5次之后 首度夺下金球奖影帝 Emma Stone更是横扫无数奖项 才28岁就成为金球奖与奥斯卡的双料影后 Millajene I don't think you respect women I've been happily married for 32 years No,I think you like us in the kitchen and the bedroom It's when we dare to want a little bit more That's what you can't stand Oh,really Yeah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ood player and a great The great players never let emotion get in the way 在这之后 当今的好莱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爱马史东了 他不止挑戏的眼光更加精准 接戏的范围更是不断拓宽 只要剧情需要 就算是裸露或是情欲戏 他都来者不拒 他不再演出他擅长的甜美女孩路线 反而更多的是接演一些充满争议性的角色 例如在胜负反手拍里 他就增积了15磅去诠释Billy Jinkink 这个为性别平权发生的同性恋求后 在《真宠》这部历史惊悚片 他则是挑战英式口音 扮演一个为了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乡下姑娘 当初瞧他不起的迪士尼 现在也回头求他演出101中狗里的大反派酷伊拉 让他在剧中从白天的乖巧特著 到晚上的时尚恶女之间不断切换 过足了戏影 今年Emma Stone的新作品《可怜的东西》 更是被视为他从影以来最佳的演出 截至目前为止 几乎称霸了包含金球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在内的多个影后奖项 被视为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最热门人选 而且这一次他可不像越来越爱你那样 可以借鉴自身的经验 因为他扮演的可是隔背患脑重生 像科学怪人那样的奇葩角色 演出跨度要从小baby的懵懵懂懂 一路到成熟女性的身体解放 挑战性十足 如果说第一次拿奥斯卡是运气好 碰上量身打造的好剧本 若是能再拿一座影后可就是货真价实了吧 一位真心热爱表演的女孩 7岁患上恐慌症 14岁辍学 出道8年之后才当上主角 却始终怀抱着梦想坚持努力 在28岁时爬上了电影界的巅峰 并有好几年都成为该年全球最赚钱的女演员 刚刚我说的这些可不是电影情节或是童话故事 而是实实在在真实发生过的励志典范 所以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如果你累了想放弃了 请回想起这个故事 再多坚持一会儿吧 在最后的小一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你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FB或IG 我都会更新一些影片之外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Sky shame Why would a fella want a girl like her I also...I sucked my thumb until I was eleven years old still so soothing to do it Oh it feels so good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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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